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夏天是水上活动的旺季 如果玩水过程中不小心耳朵进水 可能会影响听力 甚至会引致发炎 可能到沐浮前 入了水耳朵 所以嚴重點 有東西隔著了 聽話聽得不太清楚 另外一些情況 在香港也常見有時會去游泳 耳朵會生出發毛菌 發毛菌就會引致有些外耳道的發炎 突然間聽話不清楚 究竟會是甚麼原因 如果濕的耳朵 有水份入了耳朵 它變成黏住了 就像張湖一樣黏住了 變成塞住耳朵 二十多歲的嘉詠 突然有一天覺得左邊耳朵不舒服 聽話不太清楚 上班有時也會聽不清楚客人的話 但她又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想著應該不是很嚴重 所以就沒有第一時間去看醫生 回拍攤會所 有時也聽不到會員走過來 需要甚麼 就要靠右耳去聽 聽歌也是用右耳來聽 左耳真的… 就是教到聽歌很大聲 也是小聲了 跟朋友聊天當然也是靠右耳 嘉詠當時想可能過幾天就會沒甚麼事 也有朋友建議她試試不同的方法 看看可否改善問題 我聽過耳朵 耳朵好像在耳朵上放了一個蠟燭的東西 燒著後就可以吸收耳朵 人們又叫我坐耳朵 但可能上班也沒甚麼時間去理會 所以她也沒問題 嘉詠之後去了玩獨木舟和浮潛 其間耳朵進了海水 之後她的情況就更加嚴重 聽力比之前更差 她就越來越擔心 好像聽歌真的隔得更嚴重 不太能聽到 也很害怕 有些人又說喜歡發炎 很嚴重 不管她真的聽不到 是 你好 好 坐這裏吧 嘉詠的耳朵的情況 告訴我們怎樣 是否很不舒服 之前都塞了一個月左右 然後再玩獨木舟 好像聽力嚴重了 即入了一些水 然後完全聽不清楚 聽得更加不清楚 就塞了 醫生幫嘉詠檢查一下耳朵 發現耳朵裡面塞滿了耳垢 相信是因為這個原因 令嘉詠聽話不清楚 耳垢是由外耳道表皮 脫下來的皮舌和分泌物混合而成 耳垢具有保護耳朵的功能 可以形成防水保護層 亦有抗菌滋潤的作用 減少耳道發炎的風險 而耳垢可以分為乾、濕兩類型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 耳垢會隨著耳道表皮細胞的 新陳代謝而排出 不需要刻意去清理 不過濕性耳垢在吸收水分之後會膨脹 比較容易造成耳道堵塞的情況 耳垢本身因為它會保護性 其實會將深層的皮舌 會在裡面慢慢騰到外面 所以假如有些塵、有些毛髮在裡面 它會有一個叫自動排泄的功能 這些自我保護功能 就會讓我們的耳朵長期暢通 唐志輝說 當水分進入外耳道會令耳垢膨脹 如果再用一些外物 例如棉花棒、耳滑等等 嘗試清潔耳道 可能就會將耳垢越推越入 令耳道被完全堵塞 造成聽力下降、耳痛 或者耳鳴等等不舒服的情況 如果耳朵堵塞了的話 我們全聲進去就會隔了一層 就像我們頭浸到水裡聽話的感覺 大部分塞住的話 這個影響未必會察覺很多 通常要差不多塞了九成以上 你才會覺得聽覺是隔失的 如果因為耳道被耳垢堵塞 而引致各種不舒服的情況 唐智輝說 可以先嘗試用溶解耳垢的滴耳劑 他們的成分一般有水分和油劑 例如橄欖油 有助排除頑固的耳垢 我不是太反對病人 如果覺得有點失的 先試用 因為如果你就算去看醫生 如果你用橄欖油都沒有問題 但前提就要肯定自己 譬如耳膜沒有穿、沒有發炎 你才會用滴劑 否則你用了就越用越懷 發炎就會更加嚴重 唐智輝說 另一種清除耳垢的方法 可以用沖洗的方式 利用水壓排出耳垢具有一定風險 需要由曾經接受專業訓練的 醫護人員操作 究竟可不可以用棉花棒或耳垢去清理耳垢呢 用棉花棒或金屬去拿耳垢 我自己的建議就是不可以太深入 耳垢呢 很有趣的 進去有個彎位轉彎 然後才去到耳膜 所以如果深入的話 我講幾個厘米 你最多會碰到耳垢 這個壁 即是你撞到刮損 都不會損到耳膜 有部分人可能會用耳垢去清理耳垢 唐智輝就不太建議 他說耳垢療法聲稱 可以用負氣壓吸出耳垢 但是經過測試量度 耳垢不會產生負氣壓 亦都不能夠清理耳垢 反而會有機會 令到一些蠟滴阻入耳垢 造成傷害 至於彩耳 就可能會刮損耳道 或者令到耳膜受傷 所以他都不太建議這樣做 沖完你覺得濕濕的不舒服 我不介意棉花棒頭的位置 在外面抹 就不要深入整個棉花棒頭 或者用冷風吹一吹 外面耳垢的位置 可能是十秒八秒 它已經乾了 熱風就不太贊成了 有機會有消傷的情況 唐智輝說 家榮的情況屬於油性 或者濕性耳垢 因為他在一次玩水上活動之後 耳朵入了水 令到裡面的耳垢發脹 所以聽話不清楚 最初醫生給我一些耳油 有繼續滴 跟著日期每天都滴兩滴 滴完之後要留十分鐘 然後再倒出來 醫生再利用專業的醫療儀器 幫家榮吸走耳垢 吸走耳垢之後 家榮左邊耳朵恢復原有聽力 所有不舒服都完全消失 是耳垢 很多塞著耳膜 然後清了出來 我看到真的很乾淨 可能自己塞了這麼久 也不太習慣 原來通了這麼大聲 家榮因為玩水上活動 耳朵入水 令左邊耳朵耳垢的問題更嚴重 但其實耳朵入水 更加有可能會引致耳道發炎 若未有適當處理 有機會引致耳膜受損 從失停歷 另外一些情況 就是在香港常見 因為夏天潮濕 有時就會去游泳 這些情況 進去之後 耳朵會生出發毛菌 發毛菌就會引致耳道發炎 唐志輝說耳朵結構 主要分為外耳、中耳和內耳 三部分 其中以外耳炎最為常見 如果有一些細菌 隨著海水入了耳朵 或者清潔耳朵的時候 不小心整損了外耳道等等 都有機會引致外耳炎 當我們有外耳炎的時候 有外耳炎的時候 耳道本身就會腫脹了 然後有些分泌 分泌一般會白色 未必會有很多分泌 而且病人會痛 然後你會看到有些紅腫的地方 耳膜又會被這些分泌覆蓋了 所以病人聽話就好像 隔了浸東西 香港的天氣潮濕 原來也有機會 令耳道出現霉菌 情況就好像食物發毛一樣 會出現一些白色和黑色的霉菌 因為潮濕的空氣 本身有這些叫毛菌包子 包子去一些有濕的地方 就會發毛走出來 外耳道為何會濕 例如洗澡 進水 有時會濕 治療方面 唐智輝說 外耳或者中耳發炎 一般情況用滴耳藥 或者藥膏就可以處理 而滴耳藥也有幾款不同的種類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種類的滴耳藥物 一些我們叫無耳毒的抗生素類 無耳毒的抗生素類 無耳毒的抗生素類 適宜用在中耳炎或者外耳炎的病人 另外有些就是有耳毒藥物 加上濾固醇或者激素的藥物 這類型主要是用在外耳炎 唐智輝說用滴耳藥的時候 將頭打側放平 再滴幾滴耳藥 滴完之後可以按一按耳仔的軟骨 令到耳藥慢慢滲入去 發炎的情況就會慢慢好轉 耳舊或者耳炎問題 除了會影響聽力之外 有時還會引起頭痛或者耳鳴等等的問題 令到患者很困擾 除了用藥物治療可以減輕有關症狀之外 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 助理教授林晶霞說 有研究指出靜觀有助舒緩情緒 可以減輕頭痛和耳鳴的情況 如果是對舒緩的壓力 和舒緩他們的情緒方面 我們會用一個叫做靜觀 英文就叫做Mindfulness Mindfulness 其實我們可以簡單 就可以來介護一種心理治療 就是你尊重當下 不加批判 就是當下的狀態 林晶霞說 經常做靜觀練習 可以調整我們對一些事物的認知 例如當身體出現不舒服 一般人都會產生負面 或者不開心的情緒 但是靜觀就會強調 即使察覺到自己身體出現不舒服 但是也不要有任何負面情緒產生 有這些症狀出現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煩 又是這樣 我因為這些症狀 譬如我睡不到覺 你會有一些判斷 你的判斷就是 這件事很煩 我很不想要這件事 這就是我們的判斷 反而你覺得我越不想要這件事 你就會更加覺得 心體那麼不舒服 林晶霞說 靜觀有不同的練習方法 一般需要六到八個星期去練習 就可以慢慢把靜觀融入生活 注意力開始 放在自己的呼吸 首先留意著 用鼻呼吸 將你的口合脈 仔細觀察一下 一呼一吸 當做靜觀呼吸練習的時候 林晶霞提醒大家 要將注意力集中在呼吸和身體狀態 這個練習可以幫助我們 去覺察自己身體的感受 減少負面情緒出現 游水、獨木舟、直立板、滑浪等等 都是夏天常見的水上活動 但是玩水上活動 隱藏不少危機 運動系教授教大家有什麼方法 可以玩得安全又放心 如果本身以對於發炎的話 其實你不下水便會減低這個風險 還有注意的是 香港的水域環境 其實有時候會有紅潮 或者其他有些污染 所以你去到一些環境 去檢測一下水的清潔程度 適不適合下水 玩一些水上活動 例如獨木舟、直立板 滑浪的時候很容易會掉下水 雷洪德提醒, 掉下水的時候 除了耳朵容易入水之外 身體也要盡量做一個自我保護機制 你頭疼, 保持我們做一個… 就是鎖著頸這個位置 就令到我們上半身, 特別是頸椎 所以這些不會因為撞到水裡 而造成受傷 那你說有沒有特別的辦法 掉下水的時候, 立刻掩著耳朵呢 這就比較少人有這樣的做法 雷洪德說, 如果擔心耳朵入水 可以嘗試用耳塞 減少耳朵入水的機會 如果耳朵入水 他說可以試一下以下的方法 坊間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其他就是捏著鼻子 就是無以打嗤痴的動作 因為我們耳鼻喉 其實裡面是一個通道 你捏著鼻子, 無以打嗤痴 其實就是令到那些壓力 在耳朵裡 希望可以把水推出來 下傷於大鼠, 其汗大出 臭理開發 因如下氣淒倉之水寒 藏於臭理皮膚之中 臭傷於風, 則病成耳 7月22日是中國24節氣之一的大鼠 這是一年中最熱的節氣 在中醫的概念 這段時期的陽氣最為強盛 是各種農作物、穀物的成熟期 中醫就提醒 這段時期外出工作或者運動 要盡量避開中午時間 減少因為炎熱天氣 而令到鼠邪傷害身體健康 中醫來說, 鼠直是一個致病因素之一 如果人們無法抵抗鼠直 就很容易生病 我們以防鼠直為主 避免天氣出街 保持空氣流通 我們平時可以用紫蘇茶、薄荷茶 來消暑 天氣炎熱也會影響胃口 中醫師說, 夏季的飲食一般以清淡為主 避免吃過於寒涼的食物 例如不要吃那麼多生冷食物 否則會影響脾胃混化功能 引致食慾不振、消化不良等等的症狀 夏天天氣炎熱潮失 容易阻住屁肌 令到脾胃功能失調 我們可以選擇酸辣的食材 幫助大家開放一些胃口 例如山楂、醜物 這些可以增加脾胃功能 令到阻止氣機回復前進 中醫師說, 夏天陽氣比較旺盛 身體的陽氣過多 就可能會化為火 若加上吃燥熱食物或夜睡 都會引致肝火旺盛 脾氣或心情都會比較煩躁 如果心情長期不好 就更可能會影響身體健康 我們應該要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 早睡早起 我們可以盡量避免食用上火的食物 我們可以選用一些新鮮的酥果 我們可以做一些適忍的運動 令到生情的起伏 就比較正常 大暑是一年之中最熱的節氣 中醫也有一個冬病夏治的概念 疑似即是利用夏天陽氣最旺盛的時間 去治療一些經常在冬天會發的疾病 一般來說是針對虛寒性的疾病 虛寒性的疾病在夏天的時候 是屬於一個晚計期之中的 那些病情會比較輕微 甚至乎是沒有病情出現的 我們這個時間來做治療 有天時的助力 針對病毒 我們開治療或做治療 有溫陽、散寒、通陸 這些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在這段時間 去寒體質的人士 可以考慮接受天救療法 天救療法可以分別在三伏天 和三九天進行 三伏天就是夏天陽氣最盛的日子 三九天就是冬天陰氣最盛的日子 天救是一個特別的療法 多數都是一些白戒指、麻黃、細生這些藥材 用這些藥材用筋質來調伏 因為這些藥材 第一,它有一個比較刺激的反應 會令到皮膚充血 第二,這些藥材是比較溫熱的 會刺激身體內的腰位 增加我們身體本身的氧氣 中醫師說 針對鼻敏感或酵喘等虛寒性疾病 一般可以選用大椎、肺樹、神樹等穴位 可以提升肺、腎的狀態 有助舒緩虛寒性疾病 在冬天時的方法 但一定要留意 如果撕掉油鐵後 就不要用冬水沖它 冬天飲食要清淡為主 可能要避免蝦、蟹、牛肉、鵝 或者有些紅花生、雞蛋 這些都不能吃 天舊主要的作用 是提升人體的陽氣 一些醋熱體質人士的陽氣 已經比較旺盛 就未必適合做天舊 至於一些患有感冒 喉嚨痛症狀的人士 都需要等症狀緩解之後 再接受中醫師診斷 是否適合做天舊 在節目完結前 介紹一款健脾去濕湯 具有提升食慾 舒緩身體疲倦等等功效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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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